何美町阿高利 一堆老公母 為了感謝蕭鳳隊員的救命之恩 決定觀眾一組 十二島城新電台感受益期 互中法官蕭鳳救 希望透過先進的醫療器材 幫助救我 更多人 何美町阿高利 一堆七十多歲老公母 為了感謝蕭鳳玩的救命之恩 決定觀眾十二島城新電圖監護儀 互中法官蕭鳳救 幫助何美小紅粉隊的救護車 再貼一組救命力氣 那十二島城新電圖監護儀 目前在我們何美田圍有兩部 加上今天監證的一部有三部 未來我們在南章化地區 永靖大村還有二林也有三部會加入 但是目前前線的救護車 有這種儀器的人是很少 如果說我們民眾有意願要監證 我們這方面的儀器給我們救護車來 製作緊急救護的話 會讓我們到院前的緊急救護 生命的急救會更完善 民眾他遇到胸悶就是說心肌梗塞發生的時候 如果救護車在傳送的過程中沒有回報 其實要後送的醫院的話 他有可能到院之後才開始做緊急的救護 那如果說有了這個我們這次 他們所捐贈的十二島城的新電圖的話 其實他是醫療用品 但是他如果放在救護車上面 他可以及早甚至可以及早幾十分鐘 就讓醫院做好準備 等於病患一到院就可以立合施行手術 而不需要有時間上的耽誤 這樣在救命上會有非常大的效益 也就是說我們跟消防局跟秀傳體系 一直在推動的醫療救護化 救護醫療化 那這個就是救護醫療化的最佳民政 除了關心新型的醫療醫器給消防救 上世老老婆也特別準備會 要感謝董事出勤的消防救給人員 由民文興感動 到了七十七歲 老人家的確也沒有在獲牌 有一個意思 關心給公家 公家愛心 帶我來救人 不然我平常去 吃人在救人 現在可以帶我來救人 我也覺得 吃老老的也沒辦法 心情很清 在台區裡如果在救人 我也說 如果救好三個人 我尷尬幾十年 我們就吃老老的也 我們就吃老老的也 不用說我們每年都 每年都在救人 這樣啦 那一台下去 差不多是七年到十年了 小生老生死 是鵝鵝鵝鵝 孫安宮的大法師 安民說五十幾年就開始辦書 他表示受到生命的知識 四十年以來幫助很多人 加上近年以來 他自己跟太太小名 也是醫生跟小鳳 救給人員所救的 為了感謝他們的救命之恩 讓他們阿婆可以繼續 牽手過靈心 因此決定關心 醫療醫器和小鳳鵝 他們說靈心已經沒什麼訴求 只希望這台醫器 可以幫助更多人 都中華新聞的方無 何美蔡宏報道